少爷到了一赶期 可任何抑制剂都不起作用 医生告诉他你是被标记了 开什么玩笑 自己一个Alpha怎么可能会被标记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吧 正想着要不要把这家医院给砸了 医生直直地问能想起来是被谁咬了吗 迟迟脑子里乱哄哄的 在脑海中疯狂捕捉画面 一个月前他确实被一个欧米加咬过一口 意识到这一点他立马分速司机 马上查出来那人在哪 自己现在需要这个欧米加的信息所 哪怕到时候给他一笔钱互不干扰也好 没过一会迟迟来到一处群租楼下 打开车门跌跌撞撞地往那间屋子走去 他甚至不知道门是什么时候开的 迟迟沉着声说道 请给我一些你的信息所 这才注意到面前这个男人真的很高 比自己快高出半个脑袋 这种体型的欧米加放在整个世界也是相当炸脸 男人垂眼看向拽着自己衣服的南海 语气冷淡地回复我没有信息所 迟迟眉头皱了皱显然是不幸的 他四下闻了下好像确实没有 但如果没有信息所怎么能标记自己 这只有一种可能 这人信息素紊乱 难怪长得那么不像欧米加 他记得信息素紊乱的人 可以通过 或者 方式来获取 迟迟没有多想撑得咬了上去 触碰到的一瞬间 他闻到了那稀薄的信息素 是棱子檀香 他喜欢这个味道 突然间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会后悔吗 迟迟回答得很快不会 不后悔就给你我的信息素 当男人反抓住迟迟的手腕时 迟迟彻底疯了 他怒吼到老子是个Alpha 我当然知道 但你没得选了 三日之后迟迟醒来时 脑海中的画面来得又猛又烈 那个男人却不在房间里 迟迟看见上面放了一个水杯 下面压着字条 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声 他捏着字条骨节嘎吱作响 怒吼到老子要做了你的 他燃着怒意出了门 再回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一把大铁锤子 一下下把男人的床锤了个稀烂 看着一地狼藉迟迟依旧不解气 但也无处发泄 他无力的瘫软在地上 过了许久迟迟调整好状态 后播出一通电话 很快司机带着一叠文件过来 迟迟在房间等了一个下午 快傍晚的时候 那个男人回来了 他终于在正常清醒的状态下 看清这人 撇开别的不谈 这男人长得简直是个极品 而且骨子里还透出一股贵气 但他撇不开 男人平静地看着被捶得稀烂的床 好像早就猜到一样 迟迟直接开门见山说明目的 协议上的内容你看一下 我们日后不再有任何瓜葛 所有事情你最好给我忘记 男人偏向那份邪一眼神 暗淡了一刻 你的线体上还有我的信息素残留 再次发热依旧会不受控制的来找我 一说这个迟迟彻底怒 他一掌猛地拍向桌面恶狠狠说 所以你必须从这里搬走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这里的一切都是他必须要抹去的污点 他生来就是阿尔法 男人很是受伤 他低垂着眼声音沙沙的 是你自己求着要我的信息素的 这样用完了就扔掉属于使乱中气 神特么使乱中气 你是不是有病 我们俩到底谁吃亏你心里没数目 他再次确认这人就是有病 谁家欧米家的信息素 释放出来能压制阿尔法的 迟迟这几日过得迷糊 但清晰地记得他释放信息素的时候 连自己这种Las级别的阿尔法 都会有一种被压制感 而且不是一点 男人淡淡地问要是我不搬呢 迟迟眯了眯眼狠狠地说道 这块地我买下来做目的 你没得选 男人嘴角微眠 像是预料到他的很绝 语气依旧淡淡的 害怕自己下次依然会忍不住来找我 迟迟被击的张口就来 我就是死也不会来找你 让他想不到的是 很快他就乖乖送上门去 此时的男人没有答应 而是往前走进了一面 我叫火镜 迟迟瞬间猛住了 你叫什么关我什么事 忽然手被火镜一把抓住 他垂眼看去 这人正拿着一支笔在自己手掌上写字 这是我的电话 迟迟第一次讨厌自己的超强记忆力 因为他一眼就记住 他开始莫名地恼怒 谁说要你的电话号码了 少爷一不小心被标记 本以为对方是个高大的欧名家 却没想到竟然是隐蔽了 而且易的临时标记 需要几年才会消失 知道真相的 他把自己关在洗手间 让他难受的 不仅仅是被标记这件事 还有刚刚听到 发小和医生的对话 他才得知发小 竟然一直惦记着自己 一阵感寒 呕心笼罩着全身 突然一股淡淡的 棱子坛未闯入 让迟迟没有预兆的 感到一阵安心 男人的到来 让他很是怀疑 霍静看他表情 立马解释 不是不意跟着你 是因为工作原因 才到这里了 迟迟沉着声音 说你放过我了 他感觉人生好像被毁了 他再也不是 那个高高在上的阿龙 霍静神色暗淡 说我从没想过纠缠你 但我承诺 在临时标记存在期间 你可以以任何理由找我 迟迟此刻 只想离他远点 三日后好友宋林 约他去酒吧 为了打消宋林 对自己那偶心的想法 迟迟挑了一个 最好看的欧米加 看了宋林一眼 今天我买单 这个小可爱 我就带回家了 宋林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手指猛地收紧 迟迟将欧米加 拉出酒吧 立马松开手 他从口袋中 拿出一碟米 和一张房卡递过去 刚刚和我一起的那个 阿佛如果问你什么 你就说 严勒秒懂就说我没做过 虽然我没这种服务 但如果是你的话 我可以 听到这话 纪迟称的笑了出来 突然严勒接了个电话 对方要他马上 送一样东西过去 迟迟好心说我送你去 他带着人 直接往研究所的方向开局 这里可是他做梦 都想去的CE研究中心 当初跳窗 都没能进来的地方 没想到今天 因为一捧一巴进来了 迟迟感到离谱但激动 霍盘长 那堆金箔是我带来了 里面传来一句进来 听到这个声音迟迟愣住 那里面正在办公的 可不正是霍静了 他倒吸一口 凉气步子往后退了两遍 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冤家路窄 不然手臂被沿了一把拉住 哥哥你别紧张 霍盘长人很好的 听见谈话声霍静抬眸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迟迟本能的想躲开 转念一想自己一个安法 还怕他不成 马上迟迟的回事过去 霍静看见迟迟很是惊讶 他摘下眼镜眼里温柔静血 迟迟走到霍静面前站的笔直 突然就有一种犯了事 被带到老师面前的错误 严勒说我这个朋友想进来看看 他说他做梦都想来CE实验所参观 迟迟一阵无语快闭嘴吧 霍静微微眯了眯眼 下次想进来可以给我打电话 听到这话言乐瞬间猛了 你俩竟然认识 不熟 认识 两个方向的声音同时响起 两人的神色活像是刚分手的两口子 霍静微微弯了弯嘴角 既然不熟我可以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最高数万协商会判员兼CE研究中心总判长 霍静问候你好 迟迟瞬间瞳孔危症 霍静的话在他脑海中加大加粗 所有的字都泛着金灿灿的光 等他反应过来时 发现自己竟然紧紧抓着霍静的手 他飞快撤回并拉着颜乐就要离开 突然颜乐口袋里的房卡掉了下来 众人看着地上金灿灿的房卡 迟迟莫名其妙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明明和霍静什么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要有被不见的感觉 颜乐软着声音说 啊哥哥 房卡掉了 迟迟突然灵光一闪 对着颜乐说怎么那么不小心 霍静眼神瞬间冰冷 交了小男朋友 此刻的霍静身上已经没了平时那份温柔 迟迟扬起脑袋 是啊 我就喜欢这种 喜欢奶糖味龙妹的 我的信息素是草莓味不是奶糖味 霍静一个眼神扫过去 颜乐脑袋立马垂了下去 霍静朝着迟迟走近了一步 你现在身体的特殊性我建议还是不要随意找朋友 颜乐突然叫起来 哥哥你不是说骗那个宋灵就行了吗 骗两个人要加钱呢 迟迟心中顿时万马奔腾 来个人杀了他吧 隐约听见霍静好像笑了一声 迟迟轻哼了一声谢谢你的提醒 再也不见 走的时候霍静贴心送上研究所里的限量版小兔子 迟迟闻到兔子里有一股龙子痰性吸塑的胃度 因为这一点性吸塑的安抚 迟迟终于不再失眠 一个月后他的欧米家爸爸很严肃地问他 你是不是认识霍静 迟迟听到这话猛地把自己呛到 下一秒就猛烈地咳嗽起来 还被Nima标记后浑身是刺 可有事相求时又秒变小奶狗 为了和自己的Alpha见上一面 原本公司分明的男人竟开始假公祭司 迟迟打定主意离霍静远一点 当他得知公司刚收购的医药集团出了事 只有找到霍静申请查验才能澄清 霍静是江城的负责人 父亲竟然还得托人求着请他吃饭 迟迟心里很不适滋味 但明明说好了以后互不干扰 现在又主动打破这一点 迟迟心情拐了九路十八个弯 看着父亲到处找他的私人电话 终于还是没忍心电话马上拨过去 号码是霍静当时亲自写在自己手上的 一旁的纪圣明一脸震惊 你怎么会有他电话的 他硬塞给我的 电话很快接通 里面传来一个温润的声音 听到声音迟迟莫名有些紧张 他咽了咽口水或劲 如果我找你帮忙你会帮吗 公事可以私事不行 听到这回答迟迟有些失望 但也能理解 那以公司的名义请你吃饭可以吗 霍静淡淡地回答这不合规矩 迟迟心里生起一阵失望 他抿了敏唇说一个人的名义请你呢 霍静好像突然来了兴致 是以什么身份的个人名义呢 迟迟呆愣了两秒语气有些结巴 恒 恒朋友 我们算吗 他不想放弃继续追问 你要什么名义才能答应 那边顿了一下回复道 以我阿富的名义 迟迟沉默了两秒这算调侃啊 最终两人还是约在研究所附近 纪圣明脸色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 第二天迟迟被打扮得像个小乖乖 很早就去研究所门口等霍静 时不时听到一些欧米加的夸赞声 其中一个大着胆子要加卫星 这种时候拒绝会让人尴尬 对面的欧米加正准备扫码 突然手机被一双手飞快收走 四目相对霍静的神色好像躲闪了一下 今天的迟迟真是可爱啊 真想拍个照片留着呢 吃完饭霍静直奔主提问有事求我 迟迟将事先准备好的资料递给他 博生集团旗下的一款欧米加一致剂 被查处不良要紧 想申请全部产品和验作一个澄清 霍静微微眯了眯眼睛问是要减少损失 还是后半句话没有说出来 而是抬头与迟迟对事 迟迟心口一颤说是对用户负责 霍静微微挑动让他继续说 这一刻迟迟感受到了自己与霍静的差距 他极力的为公司再争取机会 说完之后听到霍静嗚了一声 成年人做事都是有代价 博生怨不得任何人 迟迟委屈的难以呼吸 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按规矩办事 正想说点什么 听到霍静突然开口 你认为我会帮你吗 不知道 突然霍静的手机响了 他按掉电话你的时间到了 我要开始开会了 迟迟眼神瞬间暗沉下来 并不是没有想过这个结果 他失落地朝霍静笑了笑抱歉 单等您时间了 你给的资料太过简易 还没等迟迟反应过来 就听到霍静继续说 明天将细节描写清楚 到实验室来找我 迟迟瞬间神色一阵 有些不敢相信 他猛地拉住霍静的衣袖 谢谢你愿意再给伸播一次机会 霍静突然朝着迟迟走进一步 男孩下意识松手后退 就算是Alpha 被尼玛标记后 对这种压制感也会本能地感到害怕 但生来的高度给了他一些底气 他讨厌这种被拉下高位的感觉 突然一股充满寒意的 冷子弹信息素起来 刚刚说的有点多 霍静是在警告我吗 当那股信息素在身侧游走时 发现竟然不是压制类的 方才焦急的心绪一下子被顺了毛 迟迟喜欢这个味道 可又讨厌自己的这份喜欢 他正正地看向面前的男人 突然猛地推开跑了出去 他不需要他的信息素 那只兔子可以陪自己熬过三年 不要再有过多的牵连 这样强烈的信息素闻的太多 光靠那只兔子他会活不下去的 口袋中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是霍静发来的 刚刚抱歉 我只是出于好意 不知道会让你困扰